来吃美食吧 好吃又好拍 完美下午茶 台北大学三峡校区附近 有家咖啡店 梦幻又漂亮 门口有一面干燥玫瑰花墙 来当花仙子拍张照 就像进入一个花花世界 餐点也很精致 像是香甜软滑的厚松饼 和营养丰盛的早午餐 开幕一年已经小有名气 这边很多店都是很美 但东西不一定很好吃 可是这间是又好吃 然后又很漂亮 餐点就是很特别 每个都有精心的拜派 还蛮多女生都来这边拍照的 还能拿店家特制的牌子 拍照打卡上传 分享快乐的用餐体验 老板林楚风 特别把用餐环境 结合时下流行的干燥花 妹妹林亚敏 也发挥珠宝设计的专业 推出精致又流行的餐点 后松饼烤到两面金黄 再大方堆贴三片 与鸭饼开始用巧手装饰 放上你真的豆沙玫瑰 就能梦幻上桌 强眼的浪漫玫瑰 让人心花怒放 搭配三片绵柔的后松饼 还有火龙果珍珠点缀 就像一座可以吃的缤纷小花园 更是美食结合艺术的呈现 后松饼它的口感很绵 然后上面的那个花 它是豆沙做的 然后也不会太甜 不会很腻 摆盘很漂亮 我觉得应该会是很多女生喜欢的 后松饼还有巧克力口味 放上巧克力冰淇淋和萌布朗 再撒上糖粉 让萌布朗莓果后松饼更吸睛 能吃到巧克力后松饼的香甜松软 搭配莓果粒更酸甜爽口 在高雄闹钟取静的厦门街 有家下午茶店 卖的是蓝带籍法式甜点 老板娘王兴培结业于巴黎兰黛学院 做的一首精致甜点 呈现法式的浪漫梦幻 就像可以吃的艺术品 慢慢堆叠一层层派皮 抹上法国鲜奶油和加入当季水果片 鲜层蛋糕是每一个环节都蛮高纲的 对 它不管在制作皮啊 或是制作鲜奶油 或是你要准备你的食材 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涂上去 它其实很好食 大概每一个都差不多半个小时以上 费工耗食做出的水果千层蛋糕 上头摆着新鲜的水果片 夹成更有惊喜 法国鲜奶油不会甜腻 搭配水果片更清爽 和湿润的派皮完美融合 粉嫩嫩的大理石蛋糕 粉白搭配充满少女心 多了一份俏皮 净粒的镜面外层很吸睛 切开后是粉色的覆盆梅慕斯 和白色的荔枝慕斯 夹层含有海绵蛋糕片 酸甜软滑滋味多重 技术越来越进步 王欣培也喜欢自我挑战 复刻出法国厨师 赛德里克·葛罗莱的代表作 魔方蛋糕 用27个小立方蛋糕 组成能吃的大魔术方块 像极了艺术品 视觉与味觉都让人惊艳 就是它非常漂亮嘛 那一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舍不得破坏它 然后一开始看 原本以为只是巧克力 然后吃下去以后 才发现它里面 其实很多口味在里面 就是我刚刚吃到一个 我很喜欢 就是它是有一点点 附盆子的酸 所以它不会很甜 然后我觉得非常棒 学成后回台创业 王欣培希望练就的手艺 能让家乡更多人品尝 看准焦糖在台湾的 接受度比较高 它就研发出焦糖流星巧克力塔 焦糖慕斯甜而不腻 里头还挤上焦糖酱 还有70%的生巧克力 香浓诱人 再搭配酥脆的塔壳 口感丰富有层次 千层派很厉害我觉得 我刚才一吃就觉得哇 有一个法国甜点大师 叫Pierre很美 我觉得它的千层派 可以跟那个Pierre的做相比 替美大师手艺的千层派 就隐身在台北岩寿街 巷弄里的手工甜点店 一个个像艺术品的甜点 结合了日式的精致和法式的浪漫 兼具视觉与味觉 因为老板蔡海玲曾经去日本学艺两年 回国后学了法式甜点 但蔡海玲说影响她最深的是日本匠人的手作精神 要对甜点的品质负责 就绝对不能加色素 她只用新鲜水果入料 把日式甜点常见的蓝莓 和法式千层派结合 夹层的蓝莓酱 为了煮出理想的稠度 就得花时间铺好火候 不断搅拌 才不会烧焦报废 蔡海玲发挥职人精神 尽量不用现成原料 卡士达酱也自己做 等到派提烤到酥脆 举上香浓的卡士达酱 接下来大方的铺料 得按照位置 铺满10到15颗蓝莓 这过程要忍有耐心 让她回想起在日本学艺的辛苦 蓝莓千层派 双层堆叠 有着法式的浪漫 还有日式细致的口感 卡士达酱浓郁不过甜 和酸溜的蓝莓很对味 派提更是酥脆不油腻 整个吃来酸甜不腻口 而荔枝葡萄生乳酪 更是蔡海玲的得意之作 香浓的乳酪里 能吃到荔枝果肉和带皮葡萄 酸甜调和相当爽口 它吃起来的话 就是很像慕斯的感觉 然后可以吃到荔枝跟葡萄的味道 还蛮特别的 就很清爽 就吃起来不会有违和感 蔡海玲的放蛋糕 还加入日式内馅 特别用酸脆的绿苹果 加上香草籽一起煮 让苹果馅增添香甜味 和面糊一起放入模具烘烤 就像一座迷迷小山 上头再淋上柠檬糖霜 让小小山放蛋糕 看起来就像溶雪一般 厚实的柠檬糖霜 带点为三 配上蛋糕体的甜 湿润而绵密 还有内馅的青苹果丁 吃来香甜又浓郁 不是科班出身的黄于林 笑称自己唯一会读的书 就是烘焙食谱 靠着自学一点一滴累积手艺 他说理想中的苹果派 在苹果的挑选就得讲究 后切才能制造口感 而为了做出清香风味 还得用糖和柠檬皮 把苹果腌上一个小时 把腌好的苹果大量放入派皮里 黄于林在用料上毫不手软 堆叠出一座苹果小山 经过烘烤后 香气自意的苹果派 后切的苹果内馅 视觉效果惊人 还吃得到果肉的新鲜 和腌渍的清香 再搭配酥脆的外皮 吃来甜而不腻 讲究用料的黄于林 为了做出有灵魂的肉桂卷 他说要用万中选一的肉桂糖 把肉桂糖厚撒在面团上 再卷起来分切进烤箱 受热的肉桂卷慢慢膨胀 烤出色泽和香气的糖霜肉桂卷 松软的面包带点湿润 和辛香不嗆的肉桂糖 配上香甜的糖霜 吃多也不腻 还有用比利时巧克力 制作的恶魔巧克力 香滑又浓郁 以及水果圣代 新鲜水果配上自制果酱 每一口都是香甜清爽 在台北东区的巷弄里 有家下午茶店 竟然卖起了香港的街头小吃 鸡蛋仔 原本平凡的样貌 加入创意丰盛的摆盘 立刻变得赏心悦目 令人食指大动 让店里每到下午茶时间 总是挤满来尝鲜的客人 过去在师大夜市 曾经风靡一时的鸡蛋仔 是老板杨宣豪难忘的美味 小时候很喜欢吃鸡蛋糕 然后长大就知道鸡蛋仔 然后口感跟鸡蛋糕不太一样 它带有点Q然后有点脆 我满喜欢那个味道 在各大夜市销声匿迹的鸡蛋仔 到了杨宣豪的手里 可以说是彻底改头换面 隐藏版的草莓鸡蛋仔 不在菜单上 却是人气招牌 要做出漂亮的成品 光是草莓就很讲究 面糊只加入鸡蛋 砂糖 鲜奶 为了让香气更丰富 还得加入香港进口的蛋奶 再加入面粉和木薯粉 就完成鸡蛋仔的粉浆 杨宣豪坚持不加一滴水 才能吃到浓郁的奶香和蛋香 精心调配好的粉浆 拌入草莓酱后 变成了诱人的粉红色 再倒入烤模烘烤 变成一大张粉红色的薄饼 立着一颗颗圆滚滚的鸡蛋仔 再包入厚厚的鲜奶油 草莓和蓝莓两种冰淇淋 卡士达酱和新鲜草莓 再用蓝莓和黑莓点缀 丰富的用料搭配 可是杨宣豪和团队 不断尝试不同白法 才有的满意结果 心血结晶的草莓鸡蛋仔 爆满的馅料 丰盛又华丽 就像是个可以吃的珠宝盒 而外酥内软的鸡蛋仔 和草莓 蓝莓 两种冰淇淋一起吃 解了甜蜜 更爽口 再搭配草莓 蓝莓和黑莓 酸甜滋味交错 让客人直呼 梦幻又美味